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到了Ruby带着大家备单字的时间啰 今天要看的字根和单一有关 单一的字根是mono代表single 其实mono字首的单字不会很多 不过Ruby还是会分两集来制作 因为从这些单字中 Ruby会延伸出许多重要但不好背的进阶单字 让同学可以认识到更多字根 而且不会把影片拉得太长 让同学不好消化 我们就赶快来看看 怎么把这些单字变简单吧 Let's go 还记得在上一集的log代表说的字根当中 我们学到了两个跟说有关 而且也带了mono字首的单字 我们就用这两个单字作为开头 来学习今天的字根吧 上次我们学到了monologue 前面的mono就是单一 后面的log就是说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单独一个人在说 所以是戏剧或电影的独白 另一个是monolingual 前面的mono还是单一 中间的link代表语言 后面的al是形容词结尾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单一语言的 所以是单语的 或只使用一种语言的 今天的第一个单字是monotone monotone 前面的mono就是单一 后面的tone本身是个单字 有音调的意思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单一音调 所以就是单调或单调的声音 我们来看定义会更精准 a dial sound or way of speaking in which the tone and volume remain the same and therefore seem boring 是指一种枯燥的声音 或说话方式 其音调和音量都维持一致 以至于听起来很无聊 例如 he spoke in a flat monotone 他说话平淡又单调 只要把字尾tone的e去掉 再加上y的字尾 在这里是名词结尾 就变成另一个名词 表示单调乏味 或千篇一律的状态 monotony monotony 例如 she watched television to relieve the monotony of everyday life 他天天靠着看电视来解门 接下来的单字是monotonous monotonous 这个念法是把t发成了猴头音 这是比较美式的念法 而英式的念法会把t的发音念出来 会念成monotonous monotonous 同学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刚刚我们学到monotone 有单调的意思 只要把字尾的e去掉 改成代表形容词结尾的ous 就是单调乏味的 例如 a monotonous voice 单调乏味的声音 或 a monotonous diet 单调乏味的饮食 或 a monotonous routine 单调乏味的日常事物 另外也有类似单调乏味的语意 还有 mondan mondan 代表单调的或平凡的 这个字同学可以用发音来记忆 modern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慢点 而慢点的生活是不是让人感觉枯燥乏味呢 另外还有dow dow 也代表枯燥无聊的 但这个字可以形容的范围就很广了 形容颜色的时候就是比较暗淡的 形容声音的时候就是比较沉闷的 形容天气的时候是比较阴暗的 而形容经济的时候是比较不景气的 但不管形容什么 是不是都有一种阴沉的感觉呢 所以只要用概念去理解就可以了 另外再补充一个 dry dry 也有沉闷的意思哦 想要有看不完的字根教学影片吗 那就别忘了订阅 按赞 加分享 用行动支持Ruby 长久的把影片经营下去哦 接下来的单字是monocular 前面的mono就是单一 中间的ocular代表eye 也就是眼睛 这里的mono和ocular 共用了o这个字母哦 同学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的ar是名词兼形容词结尾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用单一个眼睛看 所以可以是名词 单同望远镜 或形容词单眼的 我们把后面的ocular单独拿出来 也是个形容词 前面的ocular就是眼睛 后面的ar是形容词结尾 所以就是眼睛的或视觉的ocular ocular 例如眼部肌肉 ocular muscle 只要把ocular后面的ar改成ist 就是常见的人的结尾之一 所以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检查眼睛的人 所以就是眼科医师 oculus 接下来的单字是binoculars binoculars 刚刚我们学到monocular 是用单一个眼睛看的单同望远镜 现在我们把monocular前面的mo 直接改成bi就可以了 前面的bi代表2 后面的ocular是眼睛 后面的ar在这里是名词结尾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用两个眼睛看 同学应该猜得出来是什么了吧 刚刚的monocular是单筒望远镜 那么binoculars不就是双筒望远镜吗 很简单吧 既然是双筒 所以字尾要记得加s哦 除了单筒和双筒望远镜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望远镜 telescope 前面的tale在之前的其他单元也有学过 代表远距的意思 后面的scope本身是个单字 语意很多 其中之一有范围的意思 字面上就是可以看到很远的范围 虽然单筒和双筒望远镜都可以看到很远的范围 但telescope可以看到的范围可是远到外太空去了呢 同学猜到了吗 就是指天文望远镜 telescope 相对的 我们再来看看可以看到很细微的范围的microscope microscope 后面的scope一样是指范围 前面的micro有为的意思 这个字首应该很好记 因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创办的电脑公司就叫做微软 Microsoft Microsoft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micro开头的单字 像是microwave microwave 微波或微波炉的简称 还有microbe microbe 微生物 通常是指细菌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microscope 字面上就是可以看到很细微的范围 所以就是显微镜 microscope 接下来的单字是monochrome monochrome 前面的mono还是单一 后面的chrome本身是个单字 是化学元素弱的意思 但是chrome在字根当中代表color 也就是颜色 同学应该看过这个google浏览器的图像 它的名称就是用了chrome这个字 同学看这个浏览器的图像 是不是充满了丰富的色彩呢 所以monochrome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单一颜色 所以就是形容词 黑白的或单色的 例如monochrome images 黑白图像 或monochrome monitors 黑白显示器 我们再把chrome 这个代表颜色的字根 放到字首 再把字尾换成 atic的形容词结尾 就是色彩的 chromatic chromatic 在字尾再加上s 就变成代表学科结尾的ics 字面上就是研究颜色的学科 所以是色彩学 chromatics chromatics 另外我们在chrome 这个代表颜色的字根后面 再加上some的字尾 代表body 也就是体 所以是染色体 chromosome chromosome 注意中间这里是O哦 我们来看例句 each cell of our bodies contains 46 chromosomes 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 都有46条染色体 接下来的单字是monocycle monocycle 前面的mono还是单一 后面的cycle 其实就是circle 代表圆圈 cycle circle 发音接近 应该不难记 字面上就是单一个圆圈 所以就是单轮车 单轮车还有另一个说法 就是unicycle unicycle 前面的uni 也是代表单一的另一个字根 这个字根 Ruby改天再单独制作一个单元来说明 看完了单一个圆圈的monocycle 和unicycle 是单轮车之后 那同学应该知道两个轮子的是什么车了吧 bicycle 脚踏车 我们顺便用cycle这个字根来看一个蛮重要的单字 recycle recycle 前面的re有again的语意 代表再次 后面的cycle就是circle 圆圈 而同学用手画圆圈就知道 就像轮子不断转动一样 构成一个像循环一样的形态 所以cycle也带有循环的意思 字面上就是再次循环 也就是资源的回收再利用 例如 Denmark recycles nearly 80% of its paper 丹麦的纸张回收率将近85% 而再生纸就是recycled paper recycled paper 只要把recycle后面的e去掉 加上形容词结尾的able 代表可以怎么样的 所以就是可回收的 recyclable recyclable 接下来的单字是monomania monomania 前面的mono还是单一 后面的mania是madness 也就是疯狂 而mania本身也是个单字 我们先来看看 mania是名词狂热或狂躁症的意思 例如 he had a mania for fast cars 他是个飞车狂 所以monomania的字面上 我们解读为 对单一事物的狂热 所以是偏执狂 我们来看定义会更清楚 too much interest in or enthusiasm for just one thing so that it's not healthy 就是对单一事物太过狂热 以至于已经不正常了 所以下次同学看到单字的后面有mania的时候 通常就表示什么什么狂 我们再把刚刚的mania后面加上c 可以当名词疯子或形容词疯狂的 maniac maniac 例如 a maniac driver 疯狂的司机 或 a maniac fan 狂热的粉丝 或 a maniac killer 疯狂的杀手 你也可以说 my mom is turning into a religious maniac 我妈正变成一个宗教狂热分子 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字是monopoly 前面的mono还是单一 后面的poly有sell的意思 也就是卖 字面上我们解读为 单一个机构在卖 也就是独卖 所以有垄断或专营服务的意思 我们来看定义会更清楚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trade in particular goods or the supply of a particular service 是指完全掌控特定商品的贩售 或特定服务的供应 例如像是早期的电信服务 就是由中华电信垄断专营 完全没有竞争对手 这种情况下 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都是垄断的企业说了算 对消费者很不利 我们来看例句 electricity, gas and water were considered to be natural monopolies 电、煤气和水的垄断经营 在过去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monopoly也有独占或专利的意思 这里的专利可不是指发明东西而申请的专利哦 我们来看定义会更清楚 a thing that belongs to only one person or a group and that other people cannot share 是指一样东西专属于某人或特定团体享有 其他人则无法分享的状况 例如 a good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the monopoly of the rich 良好的教育不该成为有钱人的专利 刚刚我们提到早期电信事业由中华电信垄断市场 后来就有台湾大哥大加入战局 所以就形成了两强鼎立的局面 就是duopoly duopoly 前面的dual代表二 后面的poly还是my 字面上就是有两个企业在卖 所以是指两强垄断或双头寡战 企业有了竞争 对于消费者来说当然就更有利咯 之后还有像远传或其他电信业者纷纷加入市场 所以消费者才会有更划算的价格购买商品或服务哦 另外如果把monopoly大写的话 就会变成专有名词 也就是大家都很熟的桌游大富翁的英文名称 相信同学都玩过 玩家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土地买下来 其他采到的玩家就要付出高昂的过路费 这不就是一种垄断的做法吗 我们再把monopoly的Y去掉 加上IZE的动词结尾 就是动词垄断或独占 例如 他们控制着这么多的可可粉 实际上是在垄断市场 但是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 政府当然不会做事这些大财团做大 因此就有了反垄断的做法 Anti-Trust 前面的anti有反的意思 后面的Trust原本是信任或信托的语义 但在商业用语中是托拉斯 这是从Trust因译过来的 意思是指企业为了减少竞争 并且操控价格而非法联合的组织 为了抑制这样的行为 因而有了反托拉斯法 Anti-Trust Law 是一种为了防止企业意图控制价格 而垄断市场的相关法律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1998年 美国对微软提出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了 有兴趣的同学再自己Google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